Hello,大家好,我是柜云 接昨天的视频,今天给你们分享翡翠 这次的新货翡翠呢,就来了四美 因为这次去的时间比较仓促 所以呢,拿的货也比较少 因为刚好赶上端午节了 因为南方要修了三天 这样他就回来了 过几天再出差给你们找好货 翡翠今年真的是特别的不好拿 这几枚货呢,品质都非常的高 大家看不看,每个都代表一个系列 这是大树叶 这个树叶呢,比我身上端的树叶小一点 这个呢,是平安无事牌 像一个冰糖块似的,透明的,透字了 这个是鸽子带,玻璃总的,比较大 这枚是个小佛工 这枚佛工呢,也是玻璃总 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都是完美的 款式呢,镶嵌都是当下最流行的款 这款呢,我是特意让呢,简简单单想一下 为了好想,我的客户呢,不喜欢特别豪华镶嵌 需要低调一点呢 就给大家想了一枚这个简单一点的 嗯,很多人就会问 老板娘,你家树叶最少有十几枚了 怎么,为什么还要拿树叶 翡翠就是这样,是的 就是每个树叶之间呢,它都不一样 而且价位也不一样 就是翡翠本身题材就很少 就这些东西 呃,树叶,福豆,福瓜这样东西 嗯,平安扣 呃,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同品质的情况下 各自单是最贵的 好,其次就是牌子 扣子 像树叶和佛工呢 就同品质的情况下 又比它便宜 各自单我一直和大家说是最贵的 珠子什么,它是最贵的 大家看不看这个袋面 这个大袋面可以做个戒指了 满绿的,冰种的,而且特别的饱满 好,这个是六位数的 五位数五位数五位数 基本上这几个都是中午的一个价位 这个哈都能透支了 其实这个也可以透支 其实它太厚了 总非常好的哈 这个小佛工总也非常好 都是,呃,其实比这个 其实这几枚 其实这几枚要比这个平安物事牌总还要好 大家看不看,透支了 而且这个还很厚 一点没有调水哈 整个后面全是平的 特别好 这个简简单单,小了一下 嗯,这树叶的品质也非常够 盖可以打开 嗯,都透支了 嗯,都透手,起荧光 光感特别强 而且特别饱满 这枚小佛也是 总是也非常好 啊,高性超强的 不大,这枚佛不大 但是品质非常高 这枚是大个子袋 六位鼠 超美的 回来的时候 柯先生就说让我带这个 我说我身上的大树叶还没西安够 等西安够了我再带这个 真的是超美 特别饱满 镶嵌也是非常的豪华 哈 这个搭绿带的太漂亮了 可以做个小戒指了 这个绿带面就是五位鼠 真的是超美的哈 特别饱满 嗯,这次带了一头鸽子袋的效果 耳环呢 我带的是这个皮安扣 光感超强的 没换成我们家的这个鸽子袋 这个鸽子袋耳环超美的哈 明天我给大家分享耳环吧 嗯,我这个耳环都均的 买的不是特别成功 嗯,应该是三倍 但是这个地方放上去 这个挂上去就不好看了 我走工厂订桌一下 桌稍微大一点 中间这个隔端稍微长一点点 这样耳环做出来就好看了 嗯,多做几个可以放耳环 可以放耳钉 这样整整体一下 载丝给你们看也好看啊 省得我放那盘子里也载线不出来 这样载丝给你们看 明天我们给你们分享翡翠耳环 嗯,全是这种耳拍系列的 非常好看 冰的,满绿的都有哈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拜拜,明天见